福元爱北京时间10月21日晚,日本平堂名叫福元爱,正式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退役,福元爱发表长文回忆了与平堂的男手情缘。 自从里约奥运婚后,福元爱完成了结婚生死后,成绩为妈妈,虽然此前并未正式宣布退役,但当时媒体已经预测,想爱重返赛场的可能性不大了。 以下是退役声明全文,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,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,哦福元爱,要退役乒乓球选手了。 从里约奥运结束之后,想了很久很久几乎每天在想这个问题,有时候两天换一个想法,但终于自己算出来一个答案。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,首先谢谢大家到今天的支持,没有你们的支持,我今天绝对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步。 第一次去中国练球的是五岁的时候,我记得从来没打过那么多球,第一次打完腿酸到睡不着,每天早餐吃的油条特别的好吃,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当时的味道。 从那一年开始,每年的暑假都是练去一个月,让我开始跟大家有了许多练节与感情。 在东北,我学会了东北话,在那里,我认识了就像佳人一样的怨铁跟达金。 谢谢各省队,让我跟你们的队练球。 一去中国练球,感觉到我的球进步了不少,虽然练得很苦,可是每次回到日本打比赛就特别的有自信,也有好的成绩。 我从三岁开始打乒乓球,今年要三十岁了,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关于在球上。 自然,生中重要的事情,都是乒乓球叫我的,也许很多球迷期待着我继续征战,也常常告诉我东京奥运加油,我似乎辜负了大家的期望,但其实我并不是难过哲宣不退役。 从小三岁多久打乒乓球,我一直认为把日本乒乓球变得更好是我的责任与使命。 在两年前结婚的记者会上,我曾经说过自己希望先把家庭组好,再回来打乒乓球,回头一看,现在很多很棒的学妹们在那里,我能安心,放下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了。 我想做一些帮助乒乓球界标好的事情,向更多人推广乒乓球,让更多人知道乒乓球的美好。 对我来说乒乓球是一个恩人,我希望我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,不要忘记这个感恩的心,我想孝顺乒乓球界,更想对一直到今天都支持我的你们说一句,真的很谢谢,福人爱2018年10月21日。